纽约市将在7月7日举行以家乡英雄为名的游行 向疫情中带领城市走出困境的应急人员表示敬意 此外纽约市的长者中心今日重新开放室内活动 是自15个多月以来的首次回归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今日宣布 7月7日周三纽约市将举行游行 向疫情期间的一线工作人员致敬 白思豪表示这次游行将纪念疫情中维持纽约市运作和市民安全的人 包括医疗工作者、急救人员、交通人员、教育工作者、市政人员、杂货店人员和送货员 以感谢这些默默贡献的英雄 此外纽约市的长者中心今日重新开放室内活动 目前纽约市迎来最低新冠感染率为0.59% 州参议员克鲁格和纽约市市长候选人加西亚都表示 长者中心应该早点开放 克鲁格指与事隔绝和孤独对于长者来说是巨大的压力来源 市长白思豪本月早些时候宣布长者中心可以重开 对此白思豪表示不提前开放的决定基于对疫感染人群的安全考量 长者在早期受疫情严重影响 市府卫生部门坚持认为 让人们在窄小的空间相聚之前必须确保安全第一 由于长者中心不会检查活动参与者的疫苗接种情况 人员将必须保持社交距离 同时纽约州的疫苗接种率接近70%的门槛值 意味着纽约州很大希望在本周取消几乎剩余的所有限制 截至周日纽约州接种率为69.7% 61%人已完全接种疫苗 目前已有3万2千人在纽约市长初选中完成了提前投票 距离纽约市市长初选还有一周多时间 纽约市市长选举的初选提前投票已经进行了几天 目前已有约3万2千人完成了提前投票 16名民主党和3名共和党市长候选人展开较量 争取11月接替市长白思豪 6月22日的市长初选结束后将确定各党提名人选 市长也可以投票选举市主计长、市公益维护人、市议长和区长 市长初选将在下周二举行 提前投票站点将从6月12日周六开放至6月20日周日 时间应地点而已 由于疫情 站点内将要求保持社交距离 市民在市内必须戴口罩 选民也可在6月15日周二前通过邮件申请缺席选票 选举委员会将寄出选票 选民必须寄回在初选当日或之前盖上邮戳的选票 或在此前将选票送至提前投票站点或是选举委员会办公室 排名投票制将首次用于本届的市长选举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的选举除外 州议会提出一项法案 将在全州范围内禁止使用汽车道和停车场常用的 煤焦油路面密封剂产品 禁用煤焦油路面密封剂源自海洋中发现的化学物质 包括了被认为对水生生物有毒的多环方厅沉淀物 州立法者认为这些化学物质与癌症有关 该法案现已交由州长库默审议 过去10年 州议员罗森塔尔和环保倡导者一直寻求通过法案 罗森塔尔表示 煤焦油密封剂对健康和环境有毒 环保组织和倡导者已经为相关措施奋斗了10年之久 他将继续努力 直至法案最终签署成为新法 如果获得库默的最终批准 这项法案将在一年内禁止销售煤焦油密封剂 并将在两年内禁止使用这些产品 纽约公共利益研究集团的环境政策主管利兹莫兰表示 煤焦油密封剂导致家庭 城市湖泊和其他水稻中 发现更多有毒的致癌化学物质 多环方厅 市场已经提供了更多容易获取的替代品 并广泛使用 因此不应该继续使用煤焦油密封剂 一项法案现已交之州长库默的办公室 有关通过咨询委员会 在未来十年内将儿童贫困率降低一半 并设定了一系列相关的目标 纽约州立法者上周批准该法案 要求建立咨询小组 以制定一系列政策及研究对儿童贫困的影响 包括种族不平等的问题 并制定预算和政策建议 该法案还要求设立标准和时间表 并公开共享数据 以表明州府正在按计划执行目标 该法案在立法会期的最后几日获得通过 疫情期间民众对家庭贫困表示担忧 低收入水平家庭在恢复时可能落后 疫情也可加剧问题的严重性 在疫情爆发前 纽约州儿童贫困率高于32个州 全州五分之一的儿童受贫困影响 在罗切斯特 水牛城和布朗克斯 每两个儿童中有一人面临贫困问题 在纽约 一个非裔孩子比一个白人孩子生活在贫困中的可能性高出两倍 有4200名儿童在疫情中失去了父母或监护人 非裔和西班牙裔儿童比亚裔或白人儿童更有可能经历此类情况 今年3月31%的纽约成年人报告指 难以支付家庭开支 24%人拖欠房租或抵押贷款 并很有可能在两个月内遭到驱逐 纽约州教育信托基金会的临时执行主任布赖恩特表示 州府通过儿童减贫法 对于减轻年轻人的贫困负担是关键的一步 由于疫情继续对族裔社区造成不成比例的伤亡影响 这些社区中面临贫困问题的儿童比例更高 领导者必须加紧处理这一问题 是没有人去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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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没有人去做过的 是有没有人去做的 我可以做过的